是適用於新的單位 是全新單位 而政府的答案千萬不要混亂了 剛才也見到有些代表商界的議員 來扭曲一些數字 譬如他說現在其實那個空置率 是低到3.7% 是遠低於97至16年期間的5% 但他說的是所有物業的空置 不是說首次 即是說是全新物業 我們說的是全新物業 所以如果我們看這個數字來講 有9000個單位 當然當局也要講清楚 9000個裡面有多少是有出租 如果有一定有這個數字 因為其實他們都有交稅 所以其實政府應該有全盤的這些數字 而我們公民黨一直都認為 這個空置稅應該是盡早推出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剛才我們聽到商界和代表地產商的議員 他們在說我們公民黨是阻止地球轉 或者說我們不知道什麼 何謂自由經濟等等 這些所謂理據 其實這些理據 香港人都聽慣聽熟 這些每一次 踩到任何人的既得利益 就會有人出來說 我們是阻著地球轉 不知道什麼是自由經濟 自由經濟沒錯 是一個很重要的 香港的一個基石 但是自由經濟不等於沒有枉管 自由經濟不代表 不代表我們要有一個簡陋愚蠢的稅制 既然這個房屋是建了出來 房屋不是一個商品 房屋不是要來炒賣 房屋是被人住的 所以我們會繼續 揭而不捨去推 政府應該要做的事 就是要立這個空置稅 甚至補一句 甚至剛才有些代表地產界利益的議員 說我們公民黨的雞仔不管管麻鷹 可能這個說話就是政府聽入議 就真的很怕麻鷹 過往只懂得管得雞仔 不好意思 我們是代表市民 我們無論麻鷹還是雞仔 我們都會處理 我會說幾句話 英文 為何主要是為了 政府抗議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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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